肌肉锻炼,无论是涉及特定的身体部位,还是涉及比较大的肌肉群 我们普遍都会认为,全身脂肪会平均地提供能量 不过We Healthier就觉得,凡事不是非黑即白 在生理学上,会不会是两者已经并存,只是未被我们发掘呢? 既然全身减脂已经广为人所接受 我们今集就不如尝试理解一下另一边的论调局部减脂方面的研究 一个2006年的研究,虽然差不多是20年前 但它正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根本 这个研究,是美国生理学会内分泌与代謝雜誌里面 发表一篇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学生理学系 名为皮下脂肪的血液流量和脂肪分解 是否受到鱼筋的肌肉收缩所影响呢? 在这个研究里面,涉及10位年轻力壮和平日活动量高的男士 一会儿就会知道为何这个研究是需要撞定 研究的手法大致上就是,你用一边腿去做运动 而另一边腿就不做运动的情况之下,所量度出来 两边腿部的血液流量和脂肪分解的情况的分别 实验里面只是涉及一种运动,就是这款腿部伸展 在实验的5天之前,首先是会分别量度每一个研究对象的 左腿和右腿的最大肌力 所谓最大肌力,如果又做起肌肉训练的人都会知道 将重量逐渐加到一个只是能够举到一下就再举不到的重量 那很多时我们在肌肉训练会因应这个数字和我们锻炼肌肉的目的 去决定举铁的时候要举几重的 然后去到真正实验那一天,研究对象是会被要求视线空覆12个小时 这就确保他们在测试运动当中所燃烧的都是来自脂肪了 就像大家所见到这个图一样 首先会用一边腿以25%的最大肌力做腿部伸展运动 做30分钟,整个实验里面他们是可以喝水的 完成之后就会休息30分钟 之后就会用另一边腿以最大肌力的55%作为重量 进行120分钟的腿部伸展运动 同样,完成之后就会休息30分钟 休息完之后,他们会用第一只腿以85%的最大肌力 同样都是做腿部伸展运动,维持30分钟 虽然说在这三组运动之间,都是会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 但是大家想象到,连续是这样做一个动作 还要是长时间这样做的确是需要一些撞顶 听到这里,我希望大家给个like我 你们每一个like都对我很重要 多谢大家先 我们要了解实现结果 就要先了解脂肪的分解 之前在《燃烧脂肪》这集说过 要减脂,就要将脂肪细胞里面的脂肪 也就是三酸甘油脂 在氧气的帮助下 将一粒三酸甘油脂打散成为一粒甘油 和三粒脂肪酸 然后他们四个就会透过血液流动 送到身体需要能量的部分 这就令我们能够透过脂肪产生能量 从而达到减脂的效果了 这一个过程是需要氧气的 所以如果在大腿的脂肪细胞 血液流量较多的话 能够提供的氧气就更多 那么那个部位的脂肪分解就更加有效了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量度 大腿脂肪组织 所释放出来的金油含量 金油的数量越多 也就是代表脂肪分解发生越多 不过留意 即使在大腿脂肪分解了之后 所分解出来的脂肪酸和金油 就不会立即送到旁边的肌肉了 因为它们会跟随血液 回到心脏 才由心脏重新将它们 泵去各个需要它们的地方 在这个例子里面 需要产能的目的地 就是大腿了 所以在运动腿和休息腿两边的脂肪组织 的出口和入口 都要监察住 主要就是监察血液的流量 和血液里面的金油浓度 这样就可以了解脂肪分解的情况 这个图就是透过量度出来的数据 和一些计算 所得出两边大腿的脂肪组织 它们分别所释放的金油分量 很明显看到 运动那边腿的脂肪组织 能够产生的金油含量 比起另一边休息的大腿 是明显高出的 而这个图就是集中在 每一组运动就是不同的最大肌力的时候 由零去到三十分钟之内 运动腿和休息腿之间的平均大腿脂肪组织 金油释放分量 也就是代表脂肪分解情况的差异 以这样看来 如果我想轻榜一点的话 最大肌力的25%似乎是最适合的 论文的作者在讨论的部分 也都提到一个机制 就是当我们收缩肌肉的时候 其实肌肉是会释放一些物质 而这些物质是可以从肌肉扩散去到旁边的脂肪组织 这样也都可能会刺激到血液的流动 和脂肪的分解 整体上这个研究主要是想引证 当特定步为肌肉收缩的时候 旁边脂肪分解的反应 实际上我们是不会这样去单一化做运动的 以及也都很少在运动之前 做一个这么长时间的空腹 而事实上我们看到 运动的部分的肌肉 的确是会影响到旁边的脂肪组织 然后我就会分享多两个研究 是以实用性质为主 甚至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可以参照着它 看看可不可以帮我们局部减肢 在2017年 运动医学与健康集资 发表一篇来自意大利罗马大学的论文 名为阻力与内力合并运动训练 对局部减肢的影响 这个研究一共是有16人 分开两组 那他们都算是过重的人士 BMI就是由24到30 在12个星期里面 每个星期会进行3天的训练 同样在训练开始的几日之前 会先进行一连串的身体检查 记录他们的身体指数 与刚才的研究 只是集中在大腿不同 今次这个研究 是会探测全身主要部位的体脂改变 所以都会利用Dexus Scan 就清楚知道他们体脂的分布 至于测试详程和结果 我就留待过两天再出下一集分享 如果有兴趣想了解 如何透过饮食和运动 去燃烧脂肪的话 我邀请你收看这一集 多谢大家看到这里 我们下次继续分享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